大家好,我是東京走路的喬尾恩 今天要來介紹東京自由行五天四夜全攻略第一天 那我們這次的旅程選擇在宇田機場降落 選擇好你想要大的交通工具 就一路前往東京的市區吧 從宇田機場出發前往市區 總共有三種交通方式 第一種是巴士 巴士的特色就是你不用拉行李 而且它可以到達的地方有更多 這機械操作起來蠻方便的 有英文跟簡體中文 第二種程式的方式是搭乘京極線 可以到平川、千草以及南兵等等的地方 第三種方式是搭乘日本最老的單軌便車 直接坐到兵鬆停 巴士站離出境大廳超近了 大概兩三分鐘就到了 我們搭了四十分鐘的巴士 終於到新宿站西口啦 我們搭了四十分鐘的巴士 那我們這次這支影片的設定 是從宇田機場出發 大概十點左右 然後大概到十二點的時候 到新宿車站 對這時候呢 大家就可以在新宿有很多旅館選擇 那你就可以去check in 然後在這邊用個中餐之後 就可以開始逛街囉 我們建議到新宿這邊 從新宿西口下車 就在新宿西口這邊找中餐吃 中餐推薦大家來吃這一家 Hot Spoon的咖哩 這家店主要是販賣咖哩 然後它的價格還滿便宜 而且公餐也滿快 所以吃飽就可以去逛街啦 那我們吃完中餐 放個行李之後來逛個街吧 新宿這邊啊 大概有二十家左右的百貨公司 而且這邊的百貨公司啊 占地都很廣 所以品牌數非常的齊全 絕對讓你逛到腿軟 新宿三丁木這裡啊 就有伊斯丹還有馬克伊 西口呢有金王百貨跟小田基百貨 光是這邊啊 就有十二家不同的油都巴西電機行耶 完經百貨馬路一面啊 是整棟都給男生購買的百貨公司 像我自己啊 最近這幾雙鞋子啊 也都是在東京買的 我們逛完新宿囉 下一站去枝光園晃晃 從新宿坐車大概二十五分鐘 我們現在來到了枝光園 接下來下午到晚上的行程呢 是東橋的私房路線 來到東京的話 一定要去看的就是東京鐵塔啦 那我們就一路從枝光園 經過曾上寺 然後最後再到東京鐵塔上面看夕陽 如果大家有一點時間的話 可以來這一家 The Pan-Quanty Bean 休息一下喝個下午茶 這家是以麵包聞名的喔 吃一下它的可頌 嗯 不上來這個平台啊 是上中京鐵塔的最佳景點 從剛剛那個平台呢 可以一路散步 走到曾上市的本店 這邊真的是非常的壯觀了 一張票900塊我們上去吧 一出電梯啊 這邊就有虎之門方向的景色 從高處看曾上市啊 變這麼小一個耶 我們走路到了神谷鼎站 今天要打Rudyuk先到惠比壽囉 來到惠比壽也差不多吃晚餐的時間啦 我們要推薦一家東橋西部中 第一名的燒肉 五西米汁 我們現在來的是前菜 那這邊呢就是生肉的臥壽司 它那個肉啊沒有多餘的調味 所以可以吃到那個肉原本 那種嚼勁的部分 非常的好吃 它這道肉啊非常的有嚼勁 但是不會很老 然後配上上面的那個黑胡椒 還有剛剛灑的靈魂 非常的夠味 吃一下它剛剛那個用煙燻的肉片 嗯!水骨 這個木頭的炭香味 好!好!好! 它的肉啊吃起來非常的扎實飽滿 但又不會太硬 然後搭配上它那個燒的有一點點香 然後好像吃得出一點點酸味的那個氣味啊 我覺得很高級的食感 我們現在中盤這個肉也來了耶 好期待 來囉! 它先烤過之後啊 再用那個白酒加海膽的醬汁下去煮到熟耶 嗯! 它這個肉啊 除了有燒烤的香味之外啊 因為它最後有用煮過 所以呢 感覺上又有一點像那種火鍋的肉片 然後配上那個海膽的鹹味 真的是 太棒了 所以這家店讓我最驚念的地方就是 它的服務很好 然後每一道肉都是由店員烤的 然後你可以吃得出 就是沙朗的肥啊 然後牛舌的彈牙 然後還有其他就是包含瘦肉的味道 跟每一個都沾不同的醬 是一家非常齊全的瘦肉店 那我們今天吃飽飯的時候 到惠比州的Garden Place來逛逛 然後38樓的Scarlust可以看夜景喔 這邊的特色啊 就是它是一個小小的區域 然後大概有四五個像這樣的小隔間 那這邊看出去的話 景色是蠻清楚蠻漂亮的 不過有一個小小的缺點 就是它這邊空間也比較小 所以呢可能會比較需要排隊 但是因為它是免費的 所以呢我建議大家還是可以來這邊看看 那我們第一天就這樣結束囉 還有體力的人可以在新宿附近逛逛喔 掰掰